MING PAO TORON 闊別20年終於再次來到巴黎旅行 上一次2004年的夏天 剛剛結束了學術上破產的事件 同學考完細節就來歐陽 第一站就是巴黎 20年後巴黎變成怎樣 我就未知 因為明天才會展開行程 但心情一定是非常不同的 因為20年前剛剛考完細節 不斷業 最後也真的不斷業 但身份就是一個傷失人質 因為讀完細節 但又未回香港找工作 所以你看到我當時旅行的心情 是非常緊張的 表情是緊張得不得了 但20年後的今天 已經在香港和倫敦 不靠關係找工作 做了很多年 而且這次我請了Annual Lift 即是身份仍然是公司職員 對巴黎旅行的體會 必定是非常之不同的 行程方面去了香邦爾城堡 雪龍梳城堡 以及香提爾城堡 這個城堡我最推介的 亦去了海軍府 巴黎軍事報律館 以及阿波倫的寧露 堅證著馬里安東尼人生頂峰的 梵爾塞公 以及他人生最後一段落的 巴黎古監獄 第一天答Match好就卡住了 雖然有英文 但他看到下面有一句說話寫著 遇到佛納馬里安東尼人生頂峰 最初以為是Message 誰知原來是一個選擇 選擇了下去 才可以買單程飛 等了我十分鐘 整個行程最歡樂的地方 就是拿著這個行李 訂了這間酒店 住六樓 但它是沒有電梯的 另外一個歡樂點 就是去Crazy Horse 到朝聖 九十分鐘表演 加一支香檳 都是收九十歐羅 另外一個朝聖的地方 就是巴黎聖人演賣足球俱樂部 如果未來有機會來看賽事 又是這個天氣 那就十分之理想了 各坡非常清晰 跟著這個排行就沒有錯了 這個就是麥當勞的貴賓室 整個Stadium來講 大致上都是非常整潔的 來到瓦樂公園 深場看黃色的風景 怎知氣候不似預期 反而來到凡爾賽宮的後花園 看到多一點完全換了黃色的風景 雖然黃色的數目比較少 但勉強被我捕捉了這兩張有抽意的照片 2005年轉了一間新公司 所屬的團隊 就是專責為家族提供服務 人生最開心的8年也由始開始 不知道當時的同事和Visalus Partner 現在怎樣呢 旁比度中心可要是整個巴黎市外形最獨特的建築物 今天終於有機會進來觀摩一下 底層的店舖主要是銷售一些有藝術色彩的家具 另外有一層是圖書館 這次終於搭到它這個圓桶型的電梯 和走過它圓桶型的走廊 相當之有Cyber Film 今次的巴黎寬樂油當然品嘗了不少地道的加油 同時也試一下在法國的亞洲菜 例如台灣牛肉麵 鴨肉碎撈麵 和日式的海鮮湯 參觀雪龍所城堡的tour 是包括一個去附近酒莊品酒的環節 另外回想在人生最開心的8年 除了Search家樂福之外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從事一些和紅白酒出入口相關的業務 不知當時來自世界各地 又和我合作過的同事現在又怎樣呢? 同時中有關的景點 分別去了巴黎時尚博物館主要看帽子和晚裝 亦去了D.I.的艾朗 即是Kriston D.I.在巴黎第一個辦公室所在地 行程沒有上巴黎鐵塔 但是選擇了夢泰納斯大樓 看巴黎的日景和夜景 和20年前相比當時 雖然剛剛成功畢業 但是漢業失敗而且還沒找到工作 而今次就是在職人士 整個心情就像巴黎鐵塔一樣閃閃生暉 介紹一下我這9天的房道套裝 首先把少量現金 一張信用卡和一張交通卡 放入這個證件圖 然後再綁起庫頭上面的耳朵 再整個一袋入庫袋 這樣就會沒那麼容易被偷 同時再準備多一個小袋 存放少量現金 然後再將它緊扣在一個 你用來外出的袋裡 第一沒有那麼容易偷 第二分散風險 當然正眼要另外再找地方袋 這9天以來從無失效 長達9天的巴黎歡樂遊 順便結束 以員工的身份證Anew Life 的確可以將整個旅行的質素 和級數全面提升 部份機幾點將會另外出片介紹 麻煩大家幫我訂閱分享留言 好嗎 我們來看見 我們要來做一個小事 一定會再做一個小事 我們來看見